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幸福 真好 其实 我跟爱珍之间有些误会 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不该属于他的呀 怎么也不会属于他 回去劝劝你姐 大家都挺不容易的 紫婷姐 你就别讲那么多了 我姐这人呢 他从小就太顺利了 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虎 要我说呀 经过这件事之后 他应该会变得成熟一点 能够待十二点以前看到你回来 我真的好开心哦 以后每天我都会尽量早点回来陪你 书哥 如果我们的关系公开了 对你影响会很大吗 我想公开是迟早的事啊 你希望宝宝是儿子还是女儿 我希望咱们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儿 你的意思是还有我在生一个男孩啊 对 你知道吗 我从小父母早逝 很害怕那种孤单的感觉 所以你要做好思想准备 最少给我生一个牌 你瞎说 我孙子下月就要结婚了 什么时候啊 十二月二十二号 那 那就没几天了 结果还是违背了我的意思 在哪儿指行婚礼啊 历程假日酒店 到时候你可得去啊 我当然是要去的了 真没想到啊 这桩婚姻让我这么的失望 这是好事 就顺其自然吧 今天还要到我们家里来吃饭 我越想越生气 我就是为了躲她才到你这儿来的 未来的孙媳妇 要去你们家吃饭 我说你呀 就别这么任性了 非要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下一代 我当初就是犯了这样的错误 结果害得儿子痛苦一辈子 我后悔一辈子 你千万别犯我这样的错误 只要他们愿意 你还说什么呢 我到时候啊 可是要高高兴兴参加你孙子的婚礼哦 伯母 我中午请你吃饭了 喜欢吃日本料理吗 我不喜欢 那海鲜 我还是比较喜欢在家里吃 去外面太浪费 伯母 我跟子晴结婚之后 也该叫你医生妈 我是你儿子 那以后有什么事 千万别客气 你叫我医生妈 是看得起我 是我的福气 汪萌 不过你要娶我们家子晴呢 你就得先放二十万在我这儿 妈 子晴 有什么事先夹在钱头吗 汪萌 不是我贪财 你也知道 我们家子晴呢 都在照顾这个家 他要是嫁给你以后 我跟子晴怎么过日子啊 伯母 我跟子晴结婚之后 你跟子晴当然是由我们来供养 我这个人哪 脸皮薄 不习惯看人家的脸色吃饭 伯母 结婚之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怎么会说看别人脸色呢 行了行了 你考虑考虑看看吧 要是行的话 你跟子晴结婚呢 我都不管 放心 没事 我知道该怎么做 妈 这样行吧 那儿那儿 那儿没擦干净我都看见了 对 对 不 你说你俩俩干什么呢 奶奶 妈她给我上课了 教我怎么样做个好好工 媳妇还没娶进家来 就这么惯着 奶奶 你年轻的时候 爷爷一定也总惯着你吧 爷爷 我当初嫁给你爷爷的时候 我们家准备多少嫁子 哪像你们呀 奶奶 这说明女性的地位 一倍比一倍提高 那身为女性的一员 你不高兴吗 行了啊 不跟你们说这些 哎 哎 回家 没看红灯吗 没看红灯吗 喂 喂 你干嘛呢 正忙着呢 忙着呢 哎 我只会交通呢 嘿 真新鲜啊 哎 抱孩子的女儿 回去 哎 你说这儿说这儿 啊 我要去一个地方 我想让你过来接我一趟 啊 可是我现在正忙着呢 我太忙了 你来不来 很急吗 你到底来不来 来 哎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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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不好意思我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把自行车骑到了 机动车行车上知道吗 对 我那个对那个 交通码不太了解 不太了解 回去就好好学一学 哎 好嘞 自行车扣着了 24小时之后过来取 求求您能放我一马啊 我们家离这儿好远好远的 还说 再说我告诉你 48小时外加罚款 那我不说了 那明天我过来 从哪儿去取车 我明天找谁 到这儿啊 到这儿就找我 我天天天是值班 好好好 那我知道了 那我明天来取 你怎么这一出啊 怎么了 你车呢 哎 你又不是不知道 稍后咱们出这儿之后 我那车基本上撞成半身不随了 现在还跟修理厂扔着呢 那这车谁的呀 啊 这车 这车 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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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这是什么呀 这个 喜迎奥运 支持社会公益活动 我做义工去了 哟 没看出来 你还挺有追求 那是 其实啊 我这人很内敛 你不知道的优点还多着呢 你找什么事啊 今天本户公司大减价 买300 反300 最后一天了 找我就这事啊 你怎么知道我就不来了 你什么意思啊 可能还支持奥运呢 还 每天支持三小时得支持一个月呢 那时间要是不够的话 交轨锁他得罚 罚 不是 补 得把时间补回来 今天少三个小时明明补补回来呗 一站六个小时 太晒了 你去不去 你到底去不去 上车 怎么办呀 死定了 黄上 你有事啊 你骑行车 带人 掌握机动车道 还闯了红灯 闯了灯 闯了灯 没看见呢 我闯了灯了吗 没看见啊 没看见啊 你在哪里违反过交通法规吧 确实犯过错了 我现在在那个宽阶路口执行呢 艾南 你怎么回事啊 你不是说洗衣奥运 支持社会公益行动 当什么义工吗 我这 我回头再跟你说 你肯定是偷偷的跑了出来 不是 那个贾同事您听我解释啊 我呢今天是有点特殊情况 非常紧急的事要办 对啊 警察叔叔 还有特别紧急的事要办 什么事情 他妈病了 你妈病了 我不是为你好吗 那我不这么说怎么说啊 那你不能说我妈呀 我不为你好妈 那你不是咒我妈的吗 那我不管了行了吧 哎 雪儿 等会儿 雪儿 你没事 妈 那实在不好意思 他不懂事 现在对你进行处罚 哎 贾同事您您别 你违反贾同规条 现在对你进行处罚 五十块钱 钱不是问题 问题是我没钱 你别输了 别丢人了 赶紧给人钱 那 你别说了 他就没有什么东西 真是什么东西 啊 那 就我四十块钱 对 我跟你说 我还你 请你给我银行交罚款 好 现在给我去框街资金点资金 警察叔叔 原谅他这一回吧 不去不行吗 别接 求求你了警察叔叔 你不要接 求求你了 哎呀 你警察叔叔 求求求你了警察 警察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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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实话跟你说吧 他太太太了 警察叔叔 不是让马里面 是他人 你没觉着他不正好吗 警察叔叔 警察叔 看什么看呀 没见我漂亮女孩 警察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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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我都没有 警察傲 警察叔 警察显 警察叔 警察 wieÜ 最近反应好些了吗 嗯 好多了 你呢 婚礼准备得怎么样 差不多了 很幸福吧 有时候心里还是觉得不踏实 你呀 不要想那么多 王猛对你的心 我们旁边的人都看得一清二楚 你还不知道吗 你不知道 别人都说婆婆跟媳妇的关系不好处 可王猛的妈妈 怎么对我就这么好呢 我有时候在想 是我亲生妈妈也就不顾如此了 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多羡慕死人了 有这么好的一个婆婆 把她哄好 将来还要帮你带孩子呢 哪像我 以前都还得靠我自己呢 你也够幸福的了 还抱怨 那我这么说好 我是子晴的妈 关于你们结婚这件事情呢 我是坚决反对的 为什么 你们条线相差太远了 我不这么认为 我们子晴也没赚多少钱 他除了养家之外 都没有积蓄了 我都不知道他怎么结婚 他没有告诉你吗 子晴不用准备任何东西 一切都有我来准备 一切都有你来准备 我今天来 就是想听听你不同意的原因 没什么原因 我就是不想让他出嫁 你想想看 我辛辛苦苦把他养这么大 这个家什么都没有 就靠他养了 他嫁出去以后 那我们家怎么过日子 他可是你的女儿 难道你拿他 当挣钱的工具了吗 这是我们家的事 用不着你管 天底下 还有不想让自己女儿 出嫁的母亲 穷人家有穷人家的过法 哪里是你们有钱人 能了解的 子晴是个成年人了 该不该结婚 他自己可以决定 我说他不能结婚 他就不能结 我妈回来了 我再打给你啊 嗯 拜拜 不给我二十万 想结婚没门 艾珍 来了 坐 你找我有事吗 你一般早上几点钟起床 也有早起的时候 一般大概七点吧 那五点半起来怎么样 五点半 对啊 为什么 我想让你帮我化妆 电视台不是有化妆师吗 我不满意 但是在电视上看起来很好啊 总之你帮我化吧 化完你再回去睡好吗 嗯 好吧 他叫你凌晨起来帮他化妆 对啊 那你跟他说不行呢 我怎么可以这样跟艾珍说 他第一次拜托我 你叫萧红凌晨起来帮你化妆是吗 嗯 你怎么就想到自己呢 我跟他说过了 他当时也答应了 他能不答应吗 你们在吵什么呀 萧红怀孕了 他还叫萧红凌晨起来帮他化妆 让他把艾珍化完妆再回去睡不就行了吗 睡回龙教会很疲倦的 我再说一遍啊 萧红现在身体很不方便 你们别找他的茬了 这么大脾气 就是 阿姨 你的手 真温暖 阿姨 能不能麻烦你件事 什么事情 您可不可以 让您加拿大的朋友 帮我找一下我的亲生母亲 好吧 我试试 我试试 谢谢阿姨 老天保佑 让我们母女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吧 妈 还没睡呢 嗯 我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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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要 我试试 我试试 平平安安的呀 这话你都记得挺清楚的啊 我说的也不是她呀 我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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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是在家里住比较好 怀孕需要有人照顾吧 好了 准备好了吗 记者们都等着呢 真有点紧张 紧张啥 迟早要面对的 收呼吸 玉树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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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行 你好玉树先生 我是邓大县电视记者 请问一下你们真的有结婚吗 你们是什么时候认子的 先想着做什么工作的 能告诉我吗 告诉我 请你们让一下 别着急啊 你们的问题 我会一一回答的 玉树先生 请问一下周小姐的尊心大名呢 大家不要着急 慢慢来 不要着急 给 你要的彩礼钱 这回你可真把我给卖了 我可没这么说 这是你自个说的 现在谁家嫁女儿 做丧母娘的不收点彩礼金啊 可你要的也太多了 多吗 那我们算一算 我养你这么多年 花了我多少钱啊 妈 不要这样好不好 就这么点钱 这太少了 我不能结 人家就给了这么多 你实在觉得少 以后我再挣钱给你就是了 他们家那么有钱 你不能问他要 举个媳妇就这么容易吗 我凭什么问人家要这么多钱 我张不开那个口 好 你张不开那个口 我听你开 我先就打电话 妈 妈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我给你凑钱 好吗 你不是说你没钱了吗 我去问朋友借 给我一天时间 可以吗 谁相信你 要是说你跑了 我找谁要 妈 从小到大 我是什么人 你不知道吗 我不会食言的 子清 子清 你不要走 妈不能没有你 这个家要是没有你 我跟子冯怎么办 子清 你都不知道失去情人有多可怕 我爸爸妈妈走了以后 第一个老公 第二个老公都不要我 我 我知道你对我好 子清 妈心里头也很疼你 很爱你的 可是 是妈不幸的命运 才改变我的个性 我不是要故意叫你那么不好的 子清 子清 你不要离开我 妈 我跟王猛不会不管你跟子鹏的 你就放心吧 男人不能相信不可靠的 子清 我求求你 你不要离开我 你不要离开妈好不好 我求求你 你不要离开妈 我求求你 你不要离开我 你不要离开我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你不要离开我 我求求你 你不要离开我 亲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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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过两天 再过两天 就坐在人生的同一条船上 永不回头 在宽阔的海上 或许会有温柔的海风吹浮 当然也会有风风雨的来源 甚至有翻船的可能 但是只要我们同心协力 就一定能够统会难关 这样彼此信任 相互扶持 就一定能够通过暴风雨的考验 成功到达人生的考验 如果你滑累了 我会缺过船桨继续滑 祝你一笔之力 我会用我的心和躯体 盛起一把伞 为你遮风挡雨 直到生命的终点 原来爱情是这样的美好 就像秋天里 开的波斯菊的香味 溢满心甜 大男人要有规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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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今天我想听一下 你对我的看法 其实在我心里 你跟学都一样 我都把你们当 自己妹妹一样看的 不一样 许儿是你妹妹 我不是 如果我不放弃呢 爱着 感情这种事情 是不能勉强的 因你的条件 我相信你可以找我表达 我不相信 爱着 我跟子行准备结婚了 真的吗 真的吗 真的 爱着 我希望你 没事 我只是觉得 有一点不可思议 有一点吃惊 爱着 每个人呢 跟缘分是不一样的 你呢 还是尽量想开一点 不要自己去折磨自己 子晴是你的表姐 她的婚礼呢 你应该去参加的 当然了 你不去也没人怪你 好吧 你在家照顾好自己 我跟你妈妈吃完饭就回来 好 新娘子亦想多拍 上上下下 前前后后 合作又有各个角度都要拍到 知道吗 你甭管我了 转过去 转过去 怎么了 今天你是主角 一会儿少喝点酒啊 放心 你们去吧 有我们啊 那扣着 小姐夫 怎么了 什么事 今天我表姐漂亮吧 漂亮 她每天都漂亮 知不知道我看到她第一眼感觉什么 什么 她完全就是天上掉下来 昨天晚上喝了一整罐蜂蜜吧 我发现我跟你又学会了一招 学为什么 讨女孩欢心呢 臭小子 雪儿 奶奶 哥 哥 帅不 好帅啊 帅气好 奶奶 妈妈 谢谢奶奶 你今天好好笑 紫芹 表现了你妈 主持的坎靠骨 你做的婚纱很合身 嗯 哎呀 很漂亮 紫芹 你妈妈今天来吗 不知道 没关系的 你们结婚以后 对她好点就是了 嗯 小姐夫 那我先去忙了啊 哎 辛苦了 妈 妈 我们照相吧 嗯 奶奶 我们一起照一张吧 照照相 妈 过来吧 照一照 来 照照一下 照一照 嗯 您站中间 雪儿 来 来 一起来 来 来 来来来 一起来看这边 来来来笑一点 你呀你应该早点来的 哎呀我昨天晚上紧张得一宿没睡 哎呀我昨天晚上紧张得一宿没睡 还紧张得一宿没睡 哎呀你这什么态度啊 我女儿结婚我怎么肯打麻将 小红 多吃一点 对 那个缺什么东西尽管说 别客气啊 拍照是吧 奶奶好 亲家母好 叔叔好 阿姨好 您好 您好 恭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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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恭喜 你妈 姨父 恭喜你啊 祖籍 恭喜 你们看 你们看我女儿 今天多漂亮啊 来帮我们一块拍照啊 对 还可以 来来来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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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站中间吧 来来来来 麻将片上 来来来 来来来 看这边 雪儿 今天你姐姐漂亮吗 还行吧 奶奶 你不是来了好多朋友吗 你不去门口迎接一下啊 不用 人家又不是找不着 妈 我们该去门口迎接迎接 走 小约 快到了吧 前面右卦就到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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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谢谢 来 谢谢 这我们主任 这是你母亲 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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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谢谢 谢谢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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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又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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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chive context etr建订 那不是阴晒吗 真是阴晒 阴晒 你怎么了 奶奶 奶奶 你怎么了 奶奶 奶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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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换结婚戒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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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对,我会记得 好好玩,子晴 梦梦啊,一定要照顾好子晴 玩得开心,玩得愉快 回来的时候,别忘了给我打个电话 放心吧 梦梦啊,我们子晴就交给你了 你可以好好对她 妈,我们回来就回家去看你 记得就好,每个日都要回来看我 奶奶,那我们走 我们走了奶奶 拜拜 拜拜 来,留着当纪念 婚礼全部结束了吧 结束了 这次婚真累啊 是啊 都没吃东西饿了吧 当然了,到了宾馆我一定要大吃一顿 行,我煮泡面给你吃 好,开玩笑的,吃大餐 吃大餐啊 先睡会儿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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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篆子 来, versatility 保留 吃大餐 什么 晓铮 他的副 骑 jo 他一直照顾 结束软 iş 怎么了你 我休息了一会儿好多了 你先坐下 你们俩去休息吧 好嘞 你怎么突然就 我今天不是去参加婚礼了吗 是啊 怎么了 你知道王某的母亲是谁吗 王某的母亲我怎么认识 是殷善哪 王某这怎么可能是殷善哪 我看得很清楚 千真万句 我当场就给夏云过去了 王某没有认出您来 他忙着招呼客人没注意我 薛儿奶奶说过 他的儿媳妇是住在加拿大 去年秋天才回国定居的 没想到就是殷善 这世界真小啊 这就对了吗 您是说他住在加拿大 咱们到哪儿去找他户籍所在地呢 就是吗 对了 不是 他为什么去了加拿大 这事 我还得再问问薛儿奶奶 我也要好好问他 为什么他就不辞别 这事你别乱来 别把音线给吓跑了 这事不能急 得一步一步的来 怎么一步一步来 你别管 我自有安排 奶奶 你说 如果新娘子换成了二针 是不是更好啊 雪儿 你不说什么呀 你别说孩子啊 她说的也没错 她说的也没错 今天啊 我看那个爱珍的父母 那眼睛里头 还是挺羡慕的 妈 子晶和萌萌现在都已经结婚了 就别说这些话 不说了 说什么都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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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哪位呀 是我呀 不好意思 到了酒店 又没能参加成婚礼 是啊 我到处找你也没找着 后来一忙了 就没再顾得上 到了酒店以后啊 我突然心脚疼 实在是顶不住了 啊 你没事吧 没事了 哎呀我的天哪 吓死我了 你现在还在医院吗 没有 我缓过来以后啊 我又赶紧赶到婚礼现场 可是婚礼已经结束了 你应该继续留在医院里检查检查呀 没关系 我的身体我知道 只是一时心脏不好才这样 怎么样 婚礼很热闹吧 是啊 那我得去看看你去 好啊 哎呀 人老了不中用了 本来想跟老朋友好好乐一乐的 哎 没关系的 这样吧 明天啊明天我去看你 嗯 你心脏不好你可别乱跑 好 那好 明天十一点 我叫司机到你们家来接你 不用 我坐计程车去就行了 不行 我叫司机来接你 好 那明天见 哎 哎呦真是的 这心脏病犯了 看照片呢 妈 照片 这是阴晒吗 哎 阴晒 来来您坐 哎 您坐 哎 时间过得真快 是啊 都三十年了 三十年了 儿子 哎 你怪妈吧 妈我不怪您哪 要怪怪我 妈 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 命啊 这就是命 我会永远记得今天的 我也是 哎 直到此时此刻 我在现在真正安定下来 以前没有安定下来吗 嗯 只要一天没把你取到手 我的心就老悬着 就会说漂亮话 明天去哪玩 去一个很美的地方 要蒙上眼睛吗 要蒙上眼睛吗 这次不用 妈您去哪儿呢 我上洪家奶奶那儿去 你晚上回来吃饭吗 看情况再说吧 不能出去玩了 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不是纯粹来玩的 能在一起之后做到的幸福 嗯 就会甜言蜜语 我要实际行动 这么大 从这一刻开始 你是我的女王 你叫我正的我就不敢做 你叫我往东 你不敢往西 有做着跟女王说话呢 有 我手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嘴巴呢 右手 左手 右手 左手 乖 乖 乖 去开门 去开门 先生 你们午餐已经送来了 谢谢 亲爱的女王陛下 这是你今天的午餐 不知道你想要从哪道菜开始吃起呢 我要喝汤 汤是吗 嗯 我有了当我发烧的时候照顾我的人了 你也喝吗 不 这是为女王陛下专门熬制的营养品 是你专属的 来 真好喝 嗯 一会儿女王有赏哦 真的 来 赏我什么 赏你喝一勺 都说了这是你专属的 你还问我 那谢谢你 真好 费 你 带我 不喝了 刚你赏我的 不喝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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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好 先生 您的车来了 请 谢谢 祝您玩得愉快 女王陛下 请 没得愉快 每天 在梦里 幻想和你在一起 我 太美了 简直就像在梦里 你忘了离 为什么 我在想 昨天真的是结婚了吗 我觉得好幸福 都生病了还幸福呢 生病了也有人照顾 得幸福 亲爱的 那么像我去游泳了 你决定好了 亲爱的 亲爱的 你知道我喜欢你什么吗 喜欢我什么 温暖的心 我的心很温暖的 你自己都不知道 温暖的心自己是不会知道的 别人是会体会得到的 迷惘 迷惘 我的思念陪伴我呼吸 无奈 还是悲哀 还有什么借口 让爱再回头 我怎能忘了 忘了 忘了 说过的承诺 我还没忘记 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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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到何时 你才能看见 原来就在我心底 走再给你 老朋友 快请进 你好 你好 好 外面冷啊 还好 不冷 小心点 好好 小心点 弟小伙 新婚夫妇出去度蜜月了 没想到 子晴成了你们家的孙媳妇 气死我了 我那孙子上赶着追人家 那媳妇还帮着她 子晴不错嘛 挺漂亮的 你说 是一个电视台的主播 好啊 还是一个化妆未好 电视台里一块儿 跟她播新闻的那个爱珍 可喜欢她了 她就是看不上人家 气得我这脸上 皱纹都剁了好几道 奶奶 来 你先喝杯水 这么大年纪了 还能没皱纹 你比我强多了 你儿媳妇长得也挺漂亮的 她叫什么名字啊 英子 在加拿大跟我儿子结的婚 英子 怎么了 没什么 你们一家三代多幸福啊 拍完戏要早点回来哦 有事儿先给我打电话 自己照顾好自己 来 把衣服穿上 大姐 我拍戏去了啊 帮我照顾好小红 知道了 放心吧 你儿子最近怎么样啊 还一个人呢 他呀 每天就只知道忙他的工作 嗯 那么好的条件 找什么样的找不着啊 他还至于独身真是 这都是我造的腻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他忘不了他的初恋情人 哎呀 那怎么办呢 要能碰上他初恋情人就好了 哪儿这么容易啊 哎 你把你家里的电话号码给我 上次我跟你打手机 怎么都联系不上 嗯 你记上 八四九五 六六二七 哎 我来记一下 我来接 喂 喂 喂 哈喽 应该是雪儿 没人说话 可能是女朋友打了电话 跟你开玩笑呢 我才没有这样的朋友呢 妈 来 怎么样了 我打过去了 我打过去了 是雪儿接的 我就没说话 妈 我看要真是英子的话 算了吧 哎呀 您看这么多年了 他们不怨 可咱们就不错了 你别往后退嘛 我打听清楚了 你们都是单身 为什么不可以呢 哎 有这种可能吗 事在人为 当初是我把你们拆散的 现在我要尽量的弥补 怎么会就不可能呢 怎么了 亲爱的 有心事 嗯 什么事 每当幸福的时候 我都会想起那些离开我的亲人 一个一个的 我知道 你最想的就是你的亲生女性 我听说 她生下我不久以后 就得了失忆症 后来去了加拿大 也不知道现在至好没有 生活得怎么样 放心 现在我可以名正言顺帮你找 因为也是我的妈妈 记不记得我们说好了 要一起找 我一直有个疑问 但不知道怎么开口 是你一个人 你说 我总是听你说 想找到亲生妈妈 但为什么就是没听你提过 想找到亲生爸爸 我听说 我的生父是一个富家子弟 他和我的妈妈相爱 可他的母亲不同意 把我妈赶出了家门 他顺从了他的母亲 没有保护我的妈妈 所以 我根本就不想找他 那你觉得我会保护你吗 谁知道你将来是什么样的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会保护你 我会更爱你 雪儿 过来 坐这儿来 干嘛呀 一会儿 一会儿你姐姐回来 你要有礼貌 什么姐姐呀 去大嫂吧 记住妈的话 你要是没礼貌 妈可不饶你 自从那个李子晴小姐来到我们家之后 你什么时候饶过我 她从地上 跑到了天上 我从天上 掉到了地上 什么呀 这孩子说的 去 赶紧起来 那你自己看看啊 就这间 房租一个月五百 房子倒是挺干净的 就是价钱能不能少点 不能少 一分钱都不能少 先交房租 大家都是老朋友了 不是一天还没住呢 你住不住啊 算了算了 给 你看你这人就这样 打麻将也是 给你 钱心情不好 别热 怎么办啊 这死丫头 这么无情 这姑娘大了要出嫁 那是天经地义的事 再说了 又认七生的 天真跟肉气呀 我跟你说啊 这房租 你得给我保持干净啊 别给我弄街 有的没的 房租不能吃焦 好 知道吧 行了 行了 喂 喂 讲话呀 这也不知道是谁 没等说话就挂了 昨天也这样 能住在家里的保姆找着了吗 还需要一段时间 可别找个锁脚不干净的进来 不会的 我们老家虽然不富裕 但是人都很朴实 萌萌什么时候回来 明天 来过电话了 因为萌萌后天就要上班的 度个蜜月跑那么大老远干什么呀 也不怕累的 现在年轻人 新这个 我来吧 喂 请问 你是殷善女士吗 你是 殷善 我是红波的妈妈 还记得吗 李红波 喂 喂喂 您怎么知道我们家的电话号码 说来话长了 有时间吗 咱们约个时间见个面好吗 有什么事情就电话里说吧 我不想出去 也不想跟你见面 林善 我和你婆婆是好朋友 我知道你们家住哪里 今天这个事不能在电话里说 今天要是没空的话明天也可以 林善 咱们还是见个面吧 约个时间好吗 那好吧 我咱们还是见个面好吗 那 contrôle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依晒 再跟你说一次 以后不要来我们家 这个家 没有你的位置 妈 是英子接电话吗 是 她说什么了 晚天怎么了 妈 怎么了 妈 你在干吗 收拾东西啊 这行李我来收就好 再说我们行李 也不多嘛 明天要很早出发的 你先睡吧 你不睡 我怎么睡得着 好 一起睡 上墙了 明天我的女儿 就要住进这个房间了 Jobs 老师 听ikle 他寥定了 把你带出去 好 我 我们都在这儿 你会儿拿着 你会儿扶着 你会儿扶着 三十年了 你没什么变化 跟原来一个样 怎么会呢 我现在已经改名了 我叫英子 您有什么话 请说吧 尹善 二十九年前 我把你跟红波 活活地拆散了 我心里 一辈子都感觉到很内疚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 我们还有见面的一天 我感谢老天给我这个机会 我给你赔礼道歉 是我对不起你 我请你原谅我 您不必这样 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 我早就淡忘了 我知道 你后来吃了很多苦 受了很多罪 才去了加拿大 你怎么知道 听谁说的 是听朋友说的 需要上点点心吗 不用 就喝茶吧 那就喝红枣茶吧 我记得 你那个时候二十岁 到我们家 最喜欢喝红枣茶 万万没有想到 你是我朋友的儿媳妇 结婚典礼那天 我看见你 惊讶得我差点没有 昏死过去 结果连礼金都没有送 太不礼貌 您现在没事了吧 好多了 你的儿媳妇跟儿子很般配 是的 总之恭喜你了 谢谢 我都不好意思问 你这些年过得好吗 还好吧 我想在我活着的时候 做一些弥补 我希望你给我这个机会 我已经说过了 你没有必要这样 过去的 都已经过去了 殷山 可是我内疚一辈子 我知道 我怎么求你 你都不会原谅我 殷山 是我的错 红枣没有错 我只希望 你不要跟我婆婆提起这件事情 我不想让她们受到伤害 我答应你 我不会说的 殷山 给洪波见一面吧 就一面 不 没有这个必要 没有这个必要 她没有一天不再想你 她没有一天不再想你 我希望你们以后 不要再来打扰我 我听说 你跟洪波还有个孩子 是吗 你听谁说的 殷山 听谁说的不重要 如果这个孩子真是红波的 我们是一定要要回的 没有 请你不要胡说 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情 没有 殷山 儿子 你回来了 回来了 来来来 走 妈 你带态做什么呀 当然是很冷淡了 不过人家肯来 就算给我面子了 是 我本来还想问她 跟你是不是生了个女儿 现在在哪 我都忍住了 儿子 你给她打个电话吗 您看着合适吗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如果她真是你的女儿 我是一定要要回的 我 我真是 真是不好意思 是啊 当然是很尴尬了 如果她真是我的女儿 这么多年了 我没尽到一天 做父亲的责任 我这不是心吗 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啊 再说 如果认了这个女儿 这一份财产 全都是给她的 这也算对她的一个补偿吗 好吧 那 那我考虑考虑 啊 哎呀 来了 妈 哎哟 回来了 妈 哎哟 回来了 来来 哎哟 你家人还客气什么 放着啊 妈 来 子晴赶快坐啊 来 我们坐啊 妈 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啊 妈 我们这不是一回来就要看你了吗 哎哟 你看看她叫得多自然呐 哎哟 人家都说我养了个好闺女可以享清福了 也不知道这话应不应验 应验 当然应验 哎哟 王萌 虽然我之前不同意你们结婚 哎 但是我现在看到你们过得幸幸福福的我也很高兴啊 我跟你说啊 你可不许欺负子晴啊 你要是欺负她 我这个上母娘可跟你没完呢 妈 我怎么会欺负她呢 我疼她都来不及 tierra 喝喝喝 falling 水 可 喝喝严